我总觉得高色酒店很难用好与不好来评价 只有适合或者不适合 深圳乃佛寺就是典型的案例 过于商务中式室内设计 讨好的是更高凌凌层的审美趣味 但对于喜欢设计型酒店的朋友来说 难免会有些乏味 我们这次住到的是一个基础的双床房 对比之前住到的基础大床房 少了一个大沙发 双床的布局会显得更加紧凑一些 大床房则会宽敞一点 房间内其他配置都差不多 是非常典型的商务酒店格局 酒店所在的大楼是深圳湾一号的T7塔楼 据说有不少深圳湾一号的业主 把这里当作社交一体化的场所 这就解释了为何酒店楼下 诸如法拉利、劳斯莱斯等豪车云集 酒店的大门其实比较隐蔽 驱车来到酒店楼下 如果不是一旁超大号的莱佛寺旅人交logo提示 可能会误以为这里只是某个配套的写字楼 塔楼底下类似于隧道的洛克区设计 为来往客人提供遮风挡雨的庇护 一楼门厅层高颇为优秀 是一个横向铺开的窄长风行空间 礼宾的服装相当的隆重 进门第一印象确实有奢华酒店那种气度不凡 34层是酒店的大堂 电梯出来 一个无论来多少次都看不懂的雕塑纳入眼帘 大堂区域有多位管家严正以待 他们会引导你到前台帮你入住 帮按电梯等 与一楼门厅差不多 34楼的空中大堂依旧是一个高层高 但近身比较窄的空间 一侧是吃早餐的地方星空房 另一侧是前台区域 画面中这块发出幽幽绿光 有点像薄荷糖的艺术品 是艺术家苏孝白的作品 电梯按键做出了一种预缓的美感 酒店泳池与酒店的总体设计一样 奢华之余更多还是突出一个稳妥与实用性 形状方正 采光优秀 水温适宜 是一个不会出错的酒店泳池 健身房配有全系泰洛建 早餐种类颇多 蛋挡能现做巴尼迪克蛋 提供鲜榨果汁 总体是符合奢华酒店的定位的 总的来说 莱佛市一直的定位对标是利斯 瑞吉之类的老牌酒店 设计上追求利斯的稳妥 又有像瑞吉一样的管家服务 深圳莱佛市 它印证了其品牌定位 但能在高度内卷的深圳酒店圈 保持前四的位置 更多的还是得益于 其深圳湾豪宅区的有利地址位置 就酒店而言 并没有太大惊喜 我是派克 我们下个9天见